佛在经典上,给我们所说的一些原理原则,肯定是正确的。 因为它的方法符合科学的精神,科学的原理,那就是突破, 时空的维次。 现在科学家对这些事情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突破。 科学技术的方法是很难突破这个界限的。 那么他们的方向不断地在技术上更新,提升,希望将来达到这个目的。 而佛教给我们,这些不同维次的空间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 他的真相如何? 唯有佛在经文里面讲得清楚,讲得透彻。 所以,《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差别因果》就是说这些思想。 为什么可以透彻地明了呢? 因为差别里面有平等,差别跟平等不二。 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向平等因果上发展, 差别因果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用科学的方法提高技术依旧是不平等。 用差别来解决,差别难了。太难了。太难了。 如果用平等来解决差别,那就轻而易举。 如果我们头脑冷静一点,清醒一点, 这个道理与四世真相很容易理解,并不困难。 平等因果,决定要修禅定。 修修禅定。 修修禅定,在我们静宗就是修清净心,平等心。 清净心,远离一切污染。烦恼吸气。 平等心,要远离一切高下,是非人我差别。 我们才能够达到清净平等的目标。 然后对净虚空变化界,一切四离现象。 因缘果报。 因缘果报。 如天台大师所说的,被戒牵手。 自然就通达明了。 这是自信智慧心情。 所以佛给我们讲的三个原则。 因界得定,应定开会。 这个是求圆满智慧,究竟智慧的波尔法门。 是求圆满智慧的波尔法门。 界学里面,最要紧的就是叫我们放下了。 放下一切妄想。 一切分别,一切执着。 从思想上来说,你自自然然就能够跟祝佛如来感应道教。 同时,也必然是。 于静虚空变化界,一切万事万无,感应道教。 如是,我们才真正认识了界定会三舌。 这个三舌,知道的人很多。 会说的人很多。 可是真正对他认识、理解的人不多。 为什么呢? 正如同黎达安哲在霍乱举的宿舍里。 你要是真正认识他,理解他,你必定能够信受奉行。 你会认真去做到。 我们今天只是听说。 你会认真是真正认识。 仿佛是了解了,其实并没有了解。 没有肯做。 不但不肯做,连发心去修学的意愿都生不起来。 所以佛祖师大德们,他们讲的话有道理。 是因解发心,因为你有透彻的理解,所以发起殊胜的修行。 解不足,行就不立。 这是一定道理。 行不立了,就是说你不能够勇猛精进。 我们看看这些菩萨们。 发心大德、小行菩萨。 都肯认真、努力、精进不歇。 像菩萨菩萨。 菩萨菩萨不是一个人。 菩萨菩萨无量无别。 真正发心修普行行的人,就是菩萨菩萨。 为什么肯修普行行呢? 菩萨菩萨对于四世真相,真的明白了。 真的了解了。 所以他真实具足行念。 所以他真实具足行念。 做直于至善的好朋友。 这样的存心,就是菩萨道。 这样的行持,就是菩萨行。 佛免励我们。 每一个人,对于佛的教诲,深信不疑。 对于一切经论,深结义趣。 然后落实在生活里面。 落实在除世待人介乌之中。 教化众生,这就是普度众生。 另一切众生都觉悟。 另一切众生都回头。 一过去,我们迷失了自信。 迷失了四世真相。 在《华严经》里面说,就是大方光。 。 我们从迷回过头来。 从偏差回过头来。 从错误回过头来。 正向着自信。 信得自自然然地流露出来。 就是大方光。 我们的生活。 只要与大方光相应。 我们的生活。 行持表现在外面。 也自自自然然地。 也自自自然然就是佛华严。 佛华严是摆在外面的形象。 从相。 从四上说。 大方光是从理上讲。 我们的修学。 我们的修学就有无比殊胜的成就。 。 于《华严经》上所设定。 《华严经》上所设定。 《华严经》。 花言的境界虽然殊胜 虽然高 不是一般人做不到 说个老实话 人人都可以做得好 所以佛在经上才明白地说 这个经受持的对象是大心凡夫 我们是凡夫身份的 问题 你能不能发大心 大心就是回头 从小心量回过头来 发大心量就行了 这是你前面曾经多次的讲过 能相应就有感应 我们自己烦恼很重 习气很深 如果不能够改过自心 改过从哪里改起 无时接下来 一直到今天 我们都是用个忘心 思维的心 换一句话说 不老实 不老实到了什么程度 自己欺骗自己 哪有不欺骗人这道理 自欺欺人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故事 我们确确实实做一些自欺欺人之思 这怎么能与佛菩萨干预 自欺欺人只有跟魔王外道交感 里面用的是这个心 外面魔王外道 在旁边从容你 影响你 帮助你做 改过自心 要从根本改 根本改 就是把这种自欺欺人的心 转变成真诚恭敬之心 你看佛法在修许 这些法寺里面 一开头 就交给我们 一心恭敬 普贤神愿 第一面 礼尽祝福 那就是回头 我们平常的心 是散乱性 一天到晚 胡思乱想 这怎么得了 如何把散乱心 归到一心 念佛这个方法 是很好的办法 一心称念阿弥陀佛 这就是把散乱心 回归到一心 一心是真心 散乱是旺心 实情假意 是旺心 自欺欺人 是旺心的 把他回归到真诚 佛法在心 不在书 你能够把这一桩事情做好了 所有一切的万恨 统统转过来了 为什么呢 任何一心里面 本来知足一切心 并不是华言经上所说的 一切记忆 一记一切 其他经上不是如此 其他经说没说 四十是一样的 没说出来 还是一记一切 一切记忆 这是四十真相 佛在祈祷经上没说 是说祈祷经的听众 程度不一样 佛要说这个真实的现象 众生在六道里面 舍法界里面 迷惑的时间太长 习气太深了 一下给他说四十真相 他不能相信 他不能接受 说了也是白说 所以佛说经叫七经 七经七理 看看听众当中 有几个能接受 佛说 佛师门中不是一人 如果观察听众当中 一个都不能接受 他就不说了 华言会上 这个余会的大众 不是普通人 法身大事 所以佛自识之中 完全是真实说 他不是方便说 真实说 佛的这种真实说 法身大事 我们凡夫不懂 说老实话 我们如果得不到 祖四大德 给我们指点 把我们点醒 我们怎么回头 就是一开端 这个四中庄严 这大地金刚所成 我们会想象到 这个地也是 地的直是金刚 我们这个大地是土石 他们那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地是金刚所成的 我们都会落在 这个形象上 他给我们说 宝树的庄严 我们想想 我们四周围 种的很多树 想到这些 他说的宫殿 我们想想 我们住的房子 除这个之外 还能想出什么道理 想不出来了 祖四大德 给我们一破解 一点形 地是比较新地 我们这个理解 才深入一层 树是比较建立 宫殿是代表安住 不是指身 是指心 做是表发空 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道理 佛在经上没加以解释 可是佛种种这个说法 法身大肆听得懂 体会很深 很广 我们要没有人迫切 哪里能懂佛说法 可见得愿解如来真实义 是贪何容易 唯有真诚 才能得佛 加持 唯有真诚 才能与佛感应道教 我们是佛的人 要不靠佛力加持 决定不能成就 要靠佛力加持 一定要改新 要转变错误的观念 善道大使 在观经书里面 教我们 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 这句话讲了几十遍 苦口婆心 不能搞虚假的 决定不能再搞自欺欺人 不可以 我们在这一生 学业 道业 四业 才能有真正的成就 这个成就 不是自立 是立业 众生 搞自立的 都是迷惑电道 为什么 没有自己 我们在华言经 我们在华言经昨天晚上所听的 如果真正能够体悟到 发生 离体 原来是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一会就没有空过 体悟到 降伏 魔外 魔王就是自己的烦恼 外道 外道就是自己错误的知己 你就真有下手的办法了 魔不是在外面的魔 外道 外道不是其他宗教 那么由此可知 华言自私之中 自自居居 没有离开自信 自自居居 没有离开自己 真正是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才知道 这一部大经 世尊真实教会 对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我们应该从哪里学起 修行 从哪里入门 你就都清楚 都明白 劫后其修 功夫 言由不得力之理 所以这部经 是真的是最好的教科书 我们应当要认真 努力来学习 好 时间到了 救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